陳振聰涉嫌偽造遺缩案 控方繼續結案陳詞 控方認為陳振聰謊連篇 借識得揮霍金錢 完全不是龔如森眼中理想的繼承人選 被告陳振聰去到高等法院出席聆訊 控方大律師結案陳詞時說 陳振聰在公辭中聲稱龔如森教他做生意 是想他繼承華貿集團 但他買私人飛機和遊艇 曾經被龔如森形容懶惰和不謹慎 陳振聰並非龔如森眼中繼承華貿的理想人選 後來龔如森在07年患癌病危 曾經向陳振聰公司投資3000萬英鎊 只是龔如森感到絕望 希望陳振聰有特別能力為他續命 並不是對陳振聰公司真正的投資 南韓總統朴謹慧抵達北京 展開為期四日的國事訪問 撲謹慧坐專機 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外交部副部長張葉瑞到場迎接 撲謹慧下午會與國家主席習近平 進行上任後首次中韓首腦會談 預料會就北韓的核問題 和中韓兩國合作關係進行磋商 這次新問題要報道完 作詞 作詞 資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